今天的民间团体参加REAL PLUS 20的分享会 那这个会呢除了分享以外 那么还有一些后续的行动 想向各位报告 然后未来可以大家一起合作 那各位都知道我们参加REAL PLUS 20 有政府团、民间团、青年团 还有地方政府团 那当然还有企业的团体 另外还有宗教的 还有包括相关的词记等等都有参加 那我们今天是台湾的民间团 大概十个民间团体所组成的NGO 那么来跟各位报告 那么在我们的后面呢 有1992、2002跟2012的 一路走来的一些文物的展览 也欢迎各位观赏 然后旁边各位看到的是今年我们去 然后我们租了一个摊位 那个摊位里面所展示的 大概就在各位看到的旁边的卷轴 然后中间的呢 是今天的装置艺术 也就是我们有团团去跟很多国外的团体交换衣物 作为未来十年打算合作的对象 这个是一部分 我们还有的好像放在家里旺季带来 不管怎么样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装置艺术 也请各位欣赏 所以我们今天就向各位来做一个报告说 Rio Class 20未来怎么样往后面走 让台湾的永续度可以提升 那今天呢 从现在到三点的左右 有一个对台湾的启示 然后有发问 然后一个查询 然后最后有一个 Rio Class 20的会议的观察 以未来的行动 然后一开始呢 那我想我们有机会 用那个农村武装青年的 的那个影片呢 来向各位介绍 这一次的特色是 我们邀请一个农村武装青年 跟我们去礼约参加会议 在主会场 人民高温会 那以及到处都有演出 那获得很大的违响 那因为今天那个 农村武装青年的主唱啊 他正在准备专辑 不能前来 所以我们特别啊 用这个来跟各位做个报告 因为 因为今天我们其实有 赞助者在场 虽然有的赞助者 今天不能前来 但是呢 我们有赞助者 包括技嘉 教育基金会 以及我们赵永青委员 所介绍的 然后当然还有文凯 台达店的文凯 也是赞助人 对不对 他虽然在苦笑 应该是很高听的微笑 那还有大雅 大雅电缆公司的 美丽家园基金会 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仪式呢 来赠送他们 我们的团固 作为我们 谢谢他们 然后未来 我们再有进一步的合作 那贵宾 我们待会再跟各位来介绍 我们现在是不是先开始 来让各位看看 我们农村武装青年 在现场演出的情况 那帮我们做这个准备的是瑞翔 也是台湾环境自信电子报的 我们的记者 瑞翔也是我们的团员 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现在开始 请瑞翔是不是做一点说明 他说不用了 那就直接放好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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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